都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 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们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救主人于水火之中 而狗狗与人类之间 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个 只有半张连狗狗的故事 故事开始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只狗狗 它来自菲律宾 在当地被誉为英雄狗 而且家喻户晓 而故事的开始 也起源于它和这家人的缘分 狗狗名叫卡邦 原本是一只流浪狗 四海为家 但是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被这家的男主人捡到 带回了家 刚开始看到这只流浪狗的时候 其实家里人是不愿意收养它的 毕竟家里孩子众多 也考虑到了孩子们年幼 抵抗力差 所以不收留也是情有可原 但是孩子们很喜欢这只狗 于是在孩子的要求下 主人决定还是留下它 并且给了它一个温暖的家 或许当时谁也想不到 卡邦会在有一天 成为拯救一家人的英雄 意外发生在2011年12月 当时主人的9岁女儿 以及3岁之女 正和狗狗在外面玩耍 当两位小女孩走过一条街道时 有辆摩托车朝着他们挤驰而来 就在这一危急时刻 狗狗挺身而出 挡在车前 避免了两个小女孩 遭到直接撞击 这次事故中 两位小女孩和摩托车驾驶员 都只是受轻伤 不过狗狗自己就伤得不轻了 嘴部已上一片血肉模糊 它失去了鼻子 眼瞼部位也有受伤 看着就像是少掉了半张脸 再加上当时的她已经怀有身孕 情况很危急 主人当时回忆到 看到狗狗受了如此重的伤 主人十分心疼 但是她的家里并不富裕 而要想治好卡帮 要花费大笔治疗费用 因为医疗费用惊人 当地的兽医诊疗所 都建议她将卡帮安乐死 但是主人不愿放弃 坚持要救卡帮 于是她将卡帮救主的故事写了下来 并且开始众筹费用 这是她为卡帮筹款时写下的标语 卡帮曾经救回我的女儿 现在是我们拯救她的时候了 于是就这样 卡帮的实际很快便传开了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听说 有一只狗狗为了救小主人 失去了半张脸 短短几天时间 主人就筹集到了足够多的费用 她收到了来自45个国家的捐款 而其中来自美国的一位护士 还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 帮卡帮治病 最后筹集到2.7万美元 紧接着 卡帮与医疗团队飞往美国接受手术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 卡帮不仅保住了性命 还成功生下了宝宝 后来卡帮回到了菲律宾 她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就算长相不讨好 小朋友们也都不害怕她 所有人都在赞颂卡帮的英雄事迹 也对她顽强的生存意志感到惊讶 还有很多好心人前来探望卡帮 想要了解她的英雄事迹 但最欣慰的 可以说是主人了 看到卡帮活了下来 她打心底里开心 发誓会照顾好卡帮 因为她简直就像是一个天使一样 拯救了她的孩子 而且因为她的事迹 被广泛传播 还成为了菲律宾有名的宠物狗 还成为了关怀宠物权益的推广大使 很多推广动物权益的活动 都会让她出席 她也获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 在主人去世之后 她曾经的主治医生也成了新的主人 把她接到家照顾她 不过好景不长 在身为医生林先生的悉心照料下 卡帮L活到了13岁 在2021年5月17号晚上7点多 卡帮走完了她13年不平凡的狗生 在家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消息一出 很多人都感到十分的悲伤 还为她画了一幅画 当地的媒体也发文悼念 这只勇敢的狗狗 甚至当地还专门请了雕塑大师 雕刻了她的雕塑 用来纪念这个小英雄 就像林先生在道文里说的一样 我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 无论我如何预先做好心理准备 但你的突然离世 在我的心中留下了 没法再被填满的空洞 而现实生活中 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里 有太多的美好留下了 不知道大家看过 这样一个视频没有 这段视频来自电影《血狼犬》 说是电影 却改编自真人真事 甚至女主角朱灵 就是由真实原型朱灵本人出演 主角朱广生是一位护灵员 爱狗养狗 爱灵护灵 人称朱老狗的她 对狗有着一腔热爱 这份爱甚至凌驾于家人之上 因而造成了与家人的隔阂 朋友的不解 她的妻女一次又一次对她报以责骂 她的朋友一次又一次百般劝说 逆水行舟 困难重重 在经济 亲情 友情的压力下 她依旧义无反顾地养着狗 大女儿为了还债忍痛 将兰波狗的名字送走 可忠诚的兰波 挣脱铁锥杆汽车 抄进路狂奔百里回家 这种纯粹的感情让人感动 因为打击盗猎 朱广生遭到张彪的报复 为了拯救被绑架的女儿 朱灵 朱灵氏 朱广生与兰波 小女儿 却被狼群围困在墨西的雪地里 这时 兰波冲出狼群的包围 闲着帽子狂奔回家 带领狗群赶来 与狼群大战 场面极度悲壮 眼看着自己爱犬 一个个丧命狼口 朱广生含泪 对对兰波大喊吓死口 最后面对自己守护的狼 与守护自己的犬势横遍野 朱广生抱住兰波 痛苦不已 聪明勇敢的兰波 曾经面对一群人的围追堵截 上房钻动全身而退 这次却毫不退缩英勇就义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老行真的被忠诚的狗狗 还有爱犬的老朱 感动到一直落泪 如果不是这栩栩如生的镜头 和兰波眼神中流出的真诚的勇气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国的训犬技术已经有这样的境界 而且更不敢相信 这真的是根据真人故事改编而成的 所以如果你是汪星人的主人 请你们善待他 而且既然选择了养狗 就要对他们负责到底 不要让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如果做不到 就不要轻易下决定养狗 另外在他们狗生中 如果认定了主人 就只认你一个人 所以不要让你的汪星人失望 爱他就别伤害他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每一个汪星人都能好好被对待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